哈囉,大家好,我是你們的髮型師 我是史蒂夫 做一個矽短髮 探髮的一個示範 這位是我今天的model 他是Eddie 他的話,他主要就是頭髮都很容易扁塌 那這一次,今天他剛剛有拿了一些照片給我看 比較韓系的短髮 然後長度的話 他可能會在耳朵下面一點點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Eddie他有一點自然卷的問題 我用鏡頭帶鏡,大家看一下 自然卷 那早上的地方都需要再用離子夾去整理嗎? 需要再去垂直一下 不然他就會很容易毛毛的 而且尤其你知道高雄超級無敵熱 超級容易出油的 所以這個地方我等一下也會一起幫他處理好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真的是結完婚之後就想要剪短了 對 但是真的 就是說 這樣子的長髮真的在平常會覺得不好整理嗎? 還是你只是覺得說很沒有型 我覺得 對啊,就是不太有型 然後就塌塌 我有幾個朋友也說 我覺得短髮比較有特色 然後長髮他就覺得說就是很普通這樣子 也沒有到很普通啊 只是說那種 青春洋溢的感覺 你知道嗎? OK好,美食姐完了 現在我的特助在幫他上藥水 他這邊有局部性的自然卷 然後他因為他在這個髮技的周遭 所以他會讓他早上起來很難整理 你看像這個就很明顯的是一個S 然後我會針對這裡去把它做一個燙順調整的動作 好的,我們現在把卷子都拆掉了 我們已經加熱結束了 然後就會看到他現在是呈現一個Ajuma的狀態 然後很多的人 很多客人其實在這個時候都超級緊張的 他們就會說 我等一下燙完就是長這樣嗎? 其實一點都不會好不好 所以不要緊張 這個只是一個過程 一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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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然後我們現在再上第二個藥水 上完就結束了 就燙完了 其實時間上 我有花太久 還沒有完成 所以我不會說到底花了多久 OK 好了 我們已經燙完了 然後剛剛也做完護髮了 那我們等一下就會吹乾它 吹整了之後有些小技巧 我等一下會再跟大家說明 我們其實像在吹著燙捲的頭髮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會先吹的是髮根的地方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先把髮根吹乾了 然後這是一個完全沒有塗抹任何造型的狀態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吹乾了以後花乾 本來濕濕的時候是沒有什麼捲度的 可是它吹乾了以後捲度就開始把它泡出來了 然後我會建議就是你稍微這樣子往後帶 去做那種很自然蓬鬆的感覺 然後我現在要幫它用這個髮捲 韓國最流行的就是它可以固定 放在這個地方 它會讓你的這裡有非常自然蓬鬆的效果 OK 然後我們稍微用吹風機加熱 3秒鐘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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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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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